汉字要一笔一笔地写。 别着急,书要一页一页地读。 小强把苹果一个一个地捡了起来。 椅子被他碰倒了。 他的手被小刀划破了。 那个玻璃杯被他摔碎了。 被偷走的马。 从前,有一个农民丢了一匹马。 他到卖马的集市想再买一匹。 在集市上,他意外地发现了自己丢的那匹马。 这匹马是我的,三天以前被人偷走了。 他对卖马的人说, 这绝对不可能,这匹马我已经养了三年了,你搞错了吧。 那个人狡辩说,三年?是真的吗? 农民围着马,一圈一圈地转。 突然伸出两只手,捂住马的双眼。 问那个人, 你说,马的哪只眼睛有毛病? 那个人先是一愣, 然后心虚地说, 左眼。 农民慢慢地把一只手挪开, 围观的人们看到马的左眼, 一点毛病也没有。 啊,我说错了, 我想说他的右眼有病。 那个人争辩说, 大家看, 马的两只眼睛都没有病。 农民又挪开另外一只手, 马的右眼也没毛病。 农民指着那个人说, 他是个小偷。 小偷刚要跑, 立刻被大家抓住了。 农民高兴地带走了自己的马。 被。 小女孩被那只大黑猫吓哭了。 树叶被风吹落了一地。 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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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第五页 页面 请大家把书翻到第二十六页。 这本小说有三百多页。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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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 碰面 碰到 碰巧 他不小心把杯子碰掉了。 小心点儿, 别把镜子碰坏了。 倒 倒 倒 瓦 倒 倒 倒 摔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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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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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退 暴风雨刮倒了几棵大树 它很累,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玻璃 窝,窝窝窝 玻璃 窗户上的玻璃被打碎了 它把玻璃杯放在了茶几上 摔 摔 失误挨摔 摔倒 摔跟头 摔坏 盘子掉在地上摔碎了 它生气地把书摔在桌子上就出去了 碎 碎 思慰碎 打碎 打碎 碎片 零碎 破碎 这件工艺 这件工艺品非常容易碎 妹妹把碗打碎了 集市 妈妈去集市上买菜了 她把小鸡带到集市上去卖 意外 意外 我意外 我意外的发现了 她的一个小秘密 绝对 没有人能证明她的话是绝对正确的 这件事绝对不可能是真的 搞 搞 割敖 搞 搞笑 搞活 你们俩的话把我搞糊涂了 你肯定搞错了 她不可能说那种话 狡辩 事实就是这样 你就不要再狡辩了 她总是喜欢跟人狡辩 突然 突 突突 突 突然 突击 突围 汽车突然加快了速度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五 五 五 捂着 捂住 她从背后捂住了我的眼睛 让我猜她是谁 她捂着嘴小声地笑了 愣 愣 勒 愣愣 发愣 愣神 她先是一愣 接着就全明白了 她没想到会被拒绝 一下子愣在了那里 心虚 虚 稀于虚 虚心 虚弱 空虚 虚 虚心 虎 老虎 虑 考虑 没有做坏事 就不要心虚 她心虚地对妈妈说 花瓶是自己掉在地上摔碎的 挪 挪 那我挪 他把脚从站的地方挪开了 小丽一个人把书柜挪到了房间里 毛病 这辆汽车有点毛病 明天去修一下吧 那位老人的耳朵有点毛病 听不清楚 小偷 他的钱包被小偷偷走了 警察认出他是个小偷 抓 抓 植物啊 抓 抓住 抓紧 那个小偷终于被抓起来了 他抓着一根树枝跳了过去 怎么了 我的手指被锯子拉破了 流血了吗 没关系 流了一点血 你用锯子做什么 我要造一只新木船 这块木板太大了 需要我帮忙吗 需要 我不会用锯子 以后我要发明一种新工具 用起来又快又省力 你昨天坐的小木船怎么不见了 那只小船让小刚拿走了 他特别喜欢我坐的小船 我送给他了 木板锯好了 你看 合适不合适 太好了 谢谢哥哥 把你的锯子斧子收起来 别再把手划破了 火药 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古代的火药 是用销石 硫磺和木炭 这三种物质做成的 当时这三种东西 也是致病的药物 所以取名火药 意思是能找火的药 秦汉以后 人们用硫磺 销石等东西做药 从偶然发生爆炸的现象中 得到启示 再经过多次实践 找到了火药的配方 三国时 有个聪明的技师 马军 用纸包火药的方法 做出了娱乐用的鞭炮 火药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唐朝末年 火药开始应用到军事上 到了宋朝 人们将火药装在竹筒里 做成火枪 这是近代枪炮的老祖宗 公元十三世纪 火药经中亚 传入欧洲 猜谜语 小小一间房 有墙又有窗 马路中间跑 行人靠两旁 小一间房 木药